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 咱们先插播一条硬广啊 我们在4月12号到19号 组织大家呢 去河西走廊游学啊 从兰州出发 一路直奔敦煌 经过这历史上著名的汉四郡啊 也就是这个武威 张业 九泉到敦煌 那这一路美景是观不尽啊 古迹众多啊 兰州有著名的甘肃省博 我就把这丝绸之路的这个场面啊 这个情景啊 著名的马大飞燕什么这些个珍贵文物 都能看到啊 到了武威 雷坛 汉墓 马大飞燕出土的地方 甘肃的文庙 武威的博物馆 中国最古老的天梯山石窟 这个猛葬汇盟的这个白塔寺也全能看到 张业有著名的张业大佛嘛 最大的卧佛像啊 当然了 还有这个著名的丹霞地貌啊 然后到了这个嘉语关 我们看著名的万里长城第一关 嘉语关长城 到了这个九泉瓜州 我们可以看著名的榆林窟啊 到了这个敦煌 那就不用说了啊 举世闻名的莫高窟 杨棺啊 明沙山 月牙泉 就这一趟 辛苦是辛苦一点 但是保证不需此行 如果您感兴趣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 那咱们言归正传啊 最近听说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啊 这个确诊癌症啊 老头二二二年登基 老妈太能活了 一直呢给自己熬的快八十 才登上王位 结果上来不久就检查出了这问题 保不齐用不了多久 咱们又能看到一次英国国王的嘉免礼呢 对于这种父子相传的政权来说 前任太能活 被继任者啊 非常不利 战国时期秦昭湘王在位五十六年 活了七十五岁 那会儿人平均寿命十八 他活七十五 在医学条件不发达的古代 这简直比世纪老人还牛 相当于现代人活一百五 因为自己太能活了 导致自己子孙的职业生涯都受此影响 太子在漫长的等待中 没能等来老爹退休 于是太子在绝望中去世 老二继任太子 新太子等了十四年 终于熬走了秦昭湘王 太子登基成为秦孝文王 根据当时的规矩 君主去世之后 新君主必须要有一年的守孝期 过一年才能正式登基 在这一年的空档期里 这位秦孝文王进行了疯狂的庆祝 在先秦时期没有那么多的消遣 所谓的庆祝无外乎就是美酒和女色 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 秦孝文王的身体肉眼可见的虚化 于是结束守孝期正是登基三天之后 孝文王驾风找老爹爹了 孝文王的儿子庄襄王 此时岁数也不小 登基三年就跟父祖团聚 接下来的接班人就是十三岁的秦始皇 咱们总说这个秦始皇奋六世之渔猎统一中国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一共是这个六代 其实这个六代里边有两代都是打将游的角色 奋四世之渔猎 还比较恰大 和秦始皇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赵佗 他本来是秦军的一位将领 常年驻扎岭南 秦末天下大乱 赵佗借此良机建国称王 史称南岳王 这人也是巨能活 一口气活了103 从秦末一直活到汉武帝 不仅熬死了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三代人 也熬死了自个的所有儿子 等到他驾崩之后 找继承人 大伙发现只能从孙辈中挑 被挑中的孙子叫赵胡 史称南岳文王 今天广州的南岳王博物馆 就是在他坟墓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 死后的这些君主啊 有一个算一个 只要是健康长寿 那继承人基本上都有问题 万历皇帝在位48年 太子登基的时候就快40了 由于太子长时间被老爹嫌弃甚至冷落 身体条件依然很差 登基后呢 怀揣着报复性的心态过日子 要报复过去贫穷的日子 结果在位29天就驾崩了 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至于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 乾隆爷爷前后经历过几次历处 他和复查皇后生了俩儿子 全都被秘密历处 结果俩儿子全部夭折 乾隆担心这玩意儿防他们 所以20多年啊不秘密历处了 实际上房子这些孩子不一定是历处 而是乾隆这位老爹 死后他的儿子们依然没能逃离魔咒 不是夭折的就是英年早逝 等到老头以85岁高龄 善让给皇子的时候 前15个儿子只有三个还活着 这仨儿子里还有两个乾隆不待见的 最后就只能挑中了老15当接班人 换成西方 同样有大量类似的事件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在内74年活了77岁 跑去那些和情妇生的私生子不算 和王后生了仨儿子 其中活到成年的只有路易王太子 幸好路易太子比较争气 跟太子妃生了仨儿子 全都长大成人 分别是路易王长孙 菲利王次孙 查理王三孙 1700年爆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法国通过军事实力夺取了西班牙国王之位 菲利王次孙成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武士 不过这个在菲利武士当国王的时候 路易十四和其他国家又签订了一个条款 那就是菲利武士和他的后代 不能担任法国国王 当时路易十四觉得自己还有好几个继承人 签就签了 没想到随后形势急转直线 路易王太子 路易王长孙 查理王三孙 全部先后病死 这一下路易十四连个孙辈都没了 只有路易王长孙 给他生了一个重孙 小路易 无奈之后 只能立这个孙子为接班人 等路易十四一死 重孙继位 就是路易十五 同时代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王位继承问题 英国安妮女王和丈夫坎布兰公爵 只有一个儿子 威廉亨利 这位亨利年幼多病 十一岁的时候就挂了 这一下呢 英国王室就又出现了绝四问题 经过王室一番寻找 发现符合条件 这个而且血缘最近的 只有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女 普法尔茨选帝侯爵夫人索菲 索菲被立为王储的时候已经七十多了 身体还很硬了 反之呢 安妮女王是个病秧子 大有取而代之的可能 不料索菲晚年被大禹交了一次 感冒转成肺炎 不治身亡 那会儿没有抗生素 过了没几个月 安妮女王也驾崩 列位成功 只好找索菲的儿子乔治登基 这就是英国历省的乔治一世 乔一不会英语 对英国政务也没有兴趣 很多会议都不出席 交给第一财务大臣 也就是后来的首相主持 于是呢 就开创了英国的虚军制度 和首相制度的先河 死在乔治前面的这两位储君 威廉亨利就是英国长大的孩子 索菲也会说英语 如果他们执政 大概率不会放权给首相 那到时候英国的历史 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就很难说了 咱们说回这位查尔斯 也就是查理 作为世界历史上 在任时间最长的太子 上任后不久 就出了这档子事 跟他的几任同行相比 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 但是呢 希望他能够面对病魔 保持乐观心态 英国有把国王头像 印在货币上的习惯 今年五月份 英国将发行 印着查尔斯头像的新货币 我还是衷心希望 这款新货币能多用几年 另外呢 善意提醒 咱几张 说不定以后能值钱 好了 关于查尔斯国王得癌症的事 咱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